总统蔡英文宣布 开放含有瘦肉筋的美国猪肉进口 引发猪农还有消费者都有疑虑 而农委会最近想要透过各县市的养猪协会来做沟通 但反而是遭到炮轰了 同批农委会不顾猪农的权益 小英总统讲了农委会马上就附和 认为急救章退出所谓的配套措施 这么做是不对的 苗栗县养猪协会理事长陈明朝相当气愤 说政府事前没有任何沟通 贸然宣布将开放含有瘦肉筋的美国猪肉进口 恐怕连带导致国内猪价暴跌 不但造成猪农人心黄黄 甚至可能因此葬送国人健康 如今才要透过农委会来摸头 这是不对的 国人的健康竟然有两个标准 他用的钱 我们的不用的家 不是说小英总统讲了以后 你就一定要呼和他 原本农委会希望以座堂会的方式 邀请各县市养猪协会向猪农宣导 因应美国猪肉进口的相关配套措施 却反而遭到多名养猪协会理事长当场打脸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则表示 将会把猪农的意见带回讨论 希望未来配套政策能够更完善 养猪协会跟猪农反应的意见 收集完做一个完整的整理 比如说一百亿的资金 要怎么具体应用在整个养猪的产业 尽管如此猪农人表示 含有瘦肉精的美国猪肉进口 涉及层面相当广泛 要求召开跨部会的公厅会 听取社会多元意见 才能够确保猪农以及消费者的权益 姐张新杰苗里报道